孫娜姐希望能够協助传统产业快速进入智慧制造领域 保胜光学是一家有50年历史的光学晶片生产公司 我们从1970年到现在生产了大大小小的晶片 随着技术一直在发展 客户的要求越来越多 我们需要导入更高规格的产品 或是说我们要提升我们的技术能力 但是我们就遇到了瓶颈 孫娜姐帮助我们导入了数位化跟智慧化的工厂 其实它主要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用所谓的先进排程的观念 来加速我们的晶片生产流程 以前我们可能要花一两个小时 才能搞定我一个晶片的生产排程 思娜姐的先进排程导入之后 我只要15分钟 我马上知道她后续我的排程要怎么走 这在我时间上有很大的效益 之后她又帮助我们在所谓的深度学习方面 进入资料库 我们绝对大部分生产数据上传到Server 那我们新建的员工她马上可以利用这样的Data 去确认她目前负责的产品需要做哪些调整或是哪些改进 她马上就可以接训以前资深员工的经验值 这在我们后续的良域提升上有很大的帮助 思娜姐是在2017年的时候有这个资车会独立出来的一家公司 思娜姐一直在着力于这个智慧工厂服务方案的提供者的角色 针对保胜光学的一个服务上面 我们在定心机装了总共有几个不同的一个感测仪器 一个就是震动量测 一个就是来自于温度的量测 另外呢就是电流电压的量测 还有在深坡上面的一个这个量测的感测器 我们藉由这些物联网的装置来确保我们的设备运行的状态 能够百分之百的了解它对我们制程的影响到什么程度 战情看板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讯息 一个是在交起的一个部分的呈现 另外呢就是设备的驾动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分析 以及在产品的凉率的一个数据的反馈 以此来让管理阶层呢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了解整个厂内运行的状况 这种导入试上的产品之后 其实我们工厂的整体效率 OE从36%提高到了65%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提供更有价格竞争力产品的客户 我可以缩短我对客户回应的时间 这对我们整体的工厂的运作 是有正向的提升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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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样